第六屆澳門立法會選舉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舉行 結果在14個直選議席當中 建制派和中間派包覽了其中10個議席 歐越同盟的密碎權和同心協進會的李正儀 就成為了今屆的票王和票後 澳門選舉結果 直選建制派包覽10席 民主派力保4席 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終於有了結果 不少的熱門人選最終都有當選 說回今屆的投票反應都挺不錯的 不少的選民都有去投票 當日澳門行政長官崔細安都有延伸 今屆的直選投票率都高過上一屆 投票人數有17萬多 而投票率是接近57% 在間選方面都有5500人 投票率大概有90% 在投票期間 不同政黨都很落力拉票 結果港月同盟的密碎權 以17207票成為了票王 而同心協進會的李正儀 就以16694票成為了票後 請問一個月的明星 請問一個公開 請問一個公開的請求 你要任何方便 それ請求 任何方便 請問一個公開的 Wednesday 呢